李宗盛 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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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我是Bell 23.5的創辦人 我叫佳麟 我們的品牌有什麼特別的 先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概念 其實我們的品牌很簡單 它是一個結合傳統農產 跟現代美裝的一個保養品 簡單來說 我們就是拿台灣的農產品 把它做成保養品 這樣的一個概念 可是今天其實不是要來說 血淚的創業故事 因為這個故事已經被主辦單位打槍了 也不是要來說什麼 唉 我當初多辛苦啊 一個月可能只賺 營業只有兩萬塊 這種辛苦的故事 不是喔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作為一個台灣出發的一個保養品牌 我們在國際賣出台灣的時候 我們曾經碰到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或者是 曾經遇到什麼樣一個有趣的故事 好 那我們先鏡頭拉回2009年 那這個其實 今天也不是帶給大家一個具體的一個品牌故事 其實更想帶出一個大的議題 其實是台灣的文化如何走到國際市場 那我覺得這個議題很有趣 因為像前幾個禮拜 在台南的國華街上了日本雜誌的封面 這有趣啦 引起大家討論 所以在這邊其實也想以我們的牌子 作為一個影子 一個案例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當初曾經碰到哪些困難 好 那剛說鏡頭拉回2009年 2009年 08、09年 大家知道那一年 最紅的台灣電影是什麼嗎 要來猜一下嗎 要來猜一下嗎 八年前 有人說什麼 音樂越好 其實是海角七號 其實這部片當中爆紅 也帶起了後面台灣 MIT電影的整個蜂巢 所以其實從08、09年 MIT的蜂巢 其實慢慢的起來了 台灣的 應該說消費的民眾 對於消費 MIT這個牌子 其實慢慢的接受度變高了 那其實這是一個時代背景 還有什麼有趣的狀況 我記得08、09年 那時候 各個地區的農會 其實都有自製的一個 就是保養品 比方說澎湖的農會 他們有出絲瓜的化妝水 他們有出絲瓜的乳液 台南農會 他有可能出柚子的身體乳 柚子的護手霜 之類的 那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之下 又加上本人很愛吃 然後其實是一個大巴松 這樣一個背景之下 我們北威23.5 誕生了 所以其實有來自各個地區 特色跟小農購買的農產品 做成的保養品 這個概念也就產生了 好 那大家先想像一下 題目丟給大家 如果你來做 做一個結合傳統農產 跟現代美妝的一個牌子 你會把 外觀會長什麼樣子 你會怎麼跟消費者講這個故事 先來看一下我們第一代包裝 給大家笑一下 這是我們第一代包裝 其實是 在預算非常節省的狀況下 由一個管院出生人來設計 就是在下我 設計出了一個非常阿元風的一個保養品 不是說阿元風不好 這不是要攻擊同樣 並不是 阿元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 其實這樣的一個風格的牌子 跟我們當初任務目標不一樣 我們當初任務目標是什麼 我們希望讓六七年級生 也覺得在地的農產品是時髦的 是有趣的 是貼近你生活的 可是不是啊 阿元風講的是回歸自然 回歸你的寧靜你的儒道 然後我們還用毛筆字寫 我們的品牌名稱被有3.5 非常的中國風 應該這樣說 好 這是我們第一代包裝 很快就被打下架 不到一年就被下架 好 接下來我們就往第二代前進 欸 有沒有看起來更年輕一點 有吧 不要告訴我沒有 這是花了廣告的錢 花了設計的錢產生出來的 好 這第二代的包裝 有沒有發現我們的產品的名稱在前面 Logo其實變得很旁邊 不過整體來說都還是中文為主 然後英文都看不到的狀態 好 這發生什麼問題 我們的品牌09年出來之後 到13年14年其實就碰到瓶頸了 瓶頸是什麼 我還記得那一次我們去菲律賓做拓銷 那時候你就跟國外的人 好不容易自己中翻英 翻完了一套品牌故事 然後你用英文跟他講 我這邊用中文講 意思就是說 我跟你講這是我們米 我們有一個系列是米 我們米系列的小農家 他跟我一樣是七年級生 然後他是飄鳥回鄉 然後他們的先生就是在原本的土地種田 你可以想像嗎 這樣的一個農人 他原本就是住我們家斜對面的 那個台北女孩 巴拉巴拉講了一堆 然後對方面無表情地看著我 我想說難道這個小農情感 跟我們這個共同土地記憶的故事錯了嗎 還是他聽不懂呢 其實後來發現的確一個最大問題 不只是中翻英這件簡單的事情 他跟我們沒有共同的土地跟文化溝通 在我們概念之下 你怎麼去談這個感動 你怎麼去談這個共鳴 接下來其實有一個小小的例子 就帶大家走過說 我們當初做了哪些具體的事情 來做這樣的一個轉變 包括大家你看 當初我們第二代包裝的logo 就是用裝紅色 像一個美妝產業 裝紅色的顏色來寫中文的logo 還有包括我們配色 都非常的接近土壤跟大地 因為我們一個slogan是 來自土地的恩惠 不要忘記來自於哪裡 可是其實經過這樣的一個轉換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這個東西 不應該當作第一線的攻擊點 所以我們後來把它轉換成 國際共同看得懂的北回 來自北回歸線的保養品的一個 共同的地理坐標23.5度N 同樣配色就是比較清爽跟年輕化跟女生女性化 這樣的一個配色 還有什麼 除了logo改完整個大改之外 我們的包裝也整個大改 大家看一下之前 這是牛皮色包裝中文為主 然後我們的產品的主要的 產品名也放在主要的訊息上面 然後我們的評審也主要是綠色 墨綠色這樣的一個方式去暗示 我們來自於土地跟天然的一個熱愛 可是這個也不對嘛 好 所以我們拍了一系列 用西方的手法 西方的現代手法來拍攝 東方元素的一系列產品照 像我們東方美茶 貴族洪藝人 像一個花藝一般 米翠 讓它整個空掉 有一點日本禪的這個味道 去拍我們所有的西方的元素 去西方的拍攝手法去詮釋 在地的元素這樣一個東西 溝通的方式也變了 包括我們去談天然跟在地 這個東西太陋陋等了 而且都是用文字敘述 還不如用一個icon 是別人看得懂的東西 這樣的東西 能夠再迅速地被包裝被看到嗎 你怎麼可能寫了三千字 沒有人家看你三千字啊 你要告訴我十個字的重點在哪邊 那如果整個攤開來來看 這個就是我們當初 進入我們舊官網的一個畫面 就是我們去談我們的整個土地 來自於哪些農人 我們的小農故是什麼 為什麼會來自於濁水西南的這一片土地 我們的那個農人是如何辛苦地種這個 因為當初看料理東西已經入迷太深 很喜歡他們塑造 為什麼黑毛豬乾他們哈密瓜可以賣得這麼貴 可是不是 這個是別人聽不懂的故事在商品上面 好 所以回歸到第一線我們談的是什麼 談的是大家都聽得懂的友善土地 跟回歸單純化的這個概念 給他們一個悠閒 緩慢下來都市人嚮往的一個 鄉村悠閒的一個想像 這樣的一個東西去做一個大翻轉 好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實際的案例去談說 作為一個商品 或者是說作為一個品牌 我們當初在邁向國際化的時候 曾經碰到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可是其實鋼鐵啦 我覺得它不只是一個商品化的一個原因 背後想要談的其實是一個 當我們揚揚得意我們自己的文化有多美好的時候 這個是別人聽得懂的嗎 我們該怎麼樣去跟國外的人去溝通 我覺得拿一個台灣戲劇的例子 可能大家是最快可以聯想得到的 像最近兩三年我覺得台灣電影做的戲劇不錯的 像是《血觀音》跟《通靈少女》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很奇妙的現象 我們對於自己的宮廟文化 會有一種覺得很羞澀 不知道如何啟齒 可是我覺得通靈少女她做到了融合這兩件事情 怎麼說呢 比方說我拿一個反向的例子來說好了 宗寶塞講的是非常伴著文化的故事 可是這個在地的元素除了拿掉伴著文化 它剩下什麼 它其實故事的核心剩下的很少 可是我覺得相對於這一兩年 我覺得我們好像找到了一個方式去談 用在地元素去包裝台灣電影 包括《血觀音》 它談的應該不是政治的嫌惡吧 它談的應該是各個世界上都有的人性的嫌惡 它談的是母女三代的感情 它談的是人跟人之間的信任 那《通靈少女》也是 它談的是女生的成長的故事 愛情的故事 一個校園的愛情故事 或者是它其實也是談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這樣其實是把在地的元素包裝之下 讓你跟其他亞洲電影不一樣之外 我覺得那個最普世的價值是什麼 包括我們宜蘭郊西老爺酒店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雖然它會用非常多結令的食材 去做它的餐飲整個佈置 可是它的基底 還是用整個國際飯店的服務規格 讓你去熟悉這樣的一個包裝 那回到我自己最熟悉的包裝品產業 我們看一個還蠻特別的例子 這是一個日本品牌 然後它的創辦人比較特別 它是一個在美國出生的日本人 那它的牌子就是Tacha 它把日本藝技文化的包裝 跟它的和服的腰帶的花紋 通通放到它的包裝裡面了 這個很有趣的是說 它不只是在包裝上面你可以很立即的辨認出 它可能是含有日本文化的什麼元素 可是其實它很多的去談 日本藝技如何優雅的美麗的去過每一天 我覺得韓國品牌也做到這兩三年三五年 我們在亞洲市場面臨到非常競爭的 就是我們的韓國牌子 韓國牌子在包裝上面非常厲害 它除了有一派去談韓國宮廷的保養怎麼樣之外呢 其實它有大量的K-pop它的明星包裝去談 讓你去向往 我也可以跟韓星一樣的漂亮 它一樣底層的其實是談的這一塊 所以如何去談一個能夠被跨文化接受的台灣元素 我覺得大家最近會說一句話是 在地化就是國際化 可是我覺得這句話有一個但書 但書就是在你有沒有談到一個普世的價值 你有沒有談一個其他文化也聽得懂的價值觀 這個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好 那這也是今天想要分享給大家 我們這個世代都面臨到的問題 你要怎麼跟外國人介紹台灣呢 你心裡會想怎麼做呢 那這是我們走過的路給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是 動作歹這 leicht 入緣 渣 入缸